字幕提供 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一個旅程 我記得我在小時候,說真的 最棒的旅程就是和一家人去 不是錢,是好玩的,五星級 是一家人去海邊執背學 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少了 因為身邊現在所有的旅行團 都有很多東西去玩,很多購物 但是分開的,爸爸去搓兵 有國玩的,千萬有去遊樂場玩 但我覺得沒有家人的感覺 他突然間正經,平時就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因為我收拾了很多貝殼 還有很多蝦、磚、磚、磚 他是去海邊捉喇喇 是,這樣吃蝦,有沒有看過多少喇喇 不是貝啊,是捉喇喇,回來炒來吃 你呢,你呢 我最難忘的,說真的 我都沒跟家人一家人出去玩 所以我今年裡面一定會安排一個旅程 是一家人出去的 我爸說要去那些很貴的地方 我給不起錢 小姐,現在已經八月底了 是啊,我去馬洛格 笑什麼,OK的 不是真的啊 大家都不要給我那麼多藉口 我們要去很貴的地方 有沒有時間,其實近近 最重要是一家人,近近也好玩的 很難忘的 你說回一家人的話 我想我還是要說回以前才行 現在大了有幾何 都試過,帶媽媽去旅行 帶爸爸去旅行 但是你說回真正正的 很開心的日子 反而是我以前 一輛很殘的車 殘得我們要小便 小朋友的時候,我們不用下車 我們拉開那個塑膠 有個洞就這樣射下去就行了 就寫在馬路上 車都會穿洞 你想想,車已經是殘得這樣 這麼恐怖 但我一家大小坐著這輛車上琴馬路 嘩 上琴馬路的時候有很多 還有舊路,對吧 有很多遊客幫我們這輛車拍照 因為他們不相信 不相信這輛殘車可以送到你 就是一家大小 但那時候我真的玩得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父母還未離婚 後來要再開心的話 就是要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大仔去,大仔去第四名 大仔去第四名 一家大小的懷舖的感覺是很棒 我們說非凡的旅行 就不一定是錢堆砌出來的 又或者是不一定和家人的 連自己一個旅行都會特別的 背包 可能就是這樣的 你去到一個博物館 有一個地方是博物館不讓你進去的 但剛好那天是有什麼慶典 他們會開給你進去的 這些不是特別的 錢不一定買到的 有什麼博物館是不讓人進去的 不是,有一個部分 是,有一個人 我覺得另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可能你去參加一個教堂 突然有一個男生在旁邊 我想我下一個旅行 我要去欣賞畢加索特明華 下一個旅行是什麼時候呢? 你這麼忙 十年了 多兩年嗎? 是,邀請上來吧 白日跟我們說一下 非凡的旅行旅程 什麼樣的旅程 OK? 分享一下 因為You know holiday 我邀進來 我們也有做工的 Happy holiday